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窘境 明明自己换洗衣服勤快 生活中也挺爱干净 但身体却还是会出现 莫名搔痒 过敏 洗鸡皮湿疹 前胸后背 也老爱长兜的这种情况呢 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相信很少会有人把原因归根于自家的洗衣机上 但其实 洗衣机可能真是元凶 央视有一个科学求证节目 曾对洗衣机做过调查 结果发现 家里用了半年以上的洗衣机 细菌减出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数量更是马桶的530倍 在给洗衣机注水30分钟后 美菌最高达4566个美升 其中 全自动洗衣机美菌数是双缸的2.6倍 而滚筒洗衣机是波伦式的2倍 很多人看到结果时都难以相信 毕竟 作为我们生活中常会用过的电器之一 洗衣机使用的频率可是很高的 而在清洗衣物的过程中 它自身应该也被清洗过 既然如此 为什么洗衣机还这么脏呢 事实上 虽然清洗衣物的时候 洗地用品也会对洗衣机有一定的清洁作用 但它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 早前 在某品牌曾组织开展过洗衣机拆机清洗的活动 而那些用了三个月 大半年 甚至是半年以上 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 表面看似光洁 但在拆卸后发现 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 毛发和杂菌 而且 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 所积累的越厚 有的 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 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做过一项 洗衣机槽污染的调查 结果发现 使用超半年的家用洗衣机中 细菌超标率高达81.3% 其中 霉菌减出率60.2% 总大肠菌群减出率为100% 可见 我们看似干净的洗衣机 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脏 而那些卫生死角的污垢和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也在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常会用到的家用电器 洗衣机 已成了霉菌感染治病非常重要的载体 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 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 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和各种皮肤病 同时还一般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除了对人体危害后 这些污垢也会影响到洗衣机的电路运作 降低它的进出水效率 还会导致洗衣机出现故障 缩减它的使用寿命等 那我们该如何正确地清理洗衣机 杜绝霉菌细菌的侵害呢 首先 我们要做好日常的清洁 每次晾晒完衣服之后 不用急着直接关机门 可以将其打开一段时间适时通风 保持机内干燥 其次 我们可以时不时地取出过滤网进行清洁 用水冲洗 沾附的绒毛和细屑 而洗衣机的排污口位置 我们也要时常地擦除一下污污 除了基本的日常清洁外 洗衣机也要定期进行深毒清洁 一般来说 洗衣机的机壁上 我们都很容易消毒清洁 但对于一些卫生死角 我们就不得不动用特殊手段了 我们可以购买一些 专门的洗衣机清洁剂倒入槽中 并参照说明书进行具体操作 而对于一些胶皮层和洗衣粉槽 等容易滋生霉菌斑点的部位 我们可以使用巴斯消毒液 或含氯泡腾片处理 此外 对于那些长期没有进行过清洁的洗衣机 建议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员 上门进行拆卸清洗 不知道大家的生活中 有没有重视过洗衣机的清洁问题呢